赖妈善母爱嘴对嘴亲13岁儿子,PO床照晚上让儿子母主入睡网怒哄,根本乱伦。 大家平常都怎么表达和爸爸妈妈的感情呢? 有些和父母相处相朋友的家庭,自然互动就比较洋派,但日前就有女明星因为和儿子互动太亲密,被网友痛批简直是乱伦。 泰国全能综艺卡女星爱美,安妮,因为拥有惊人上雷,被当地人封为泰国女神。 她去年为了感谢父母的教育之恩,决定短暂出家三个月,还在媒体围观之下,一边流泪一边提了一个大光头,引发不少话题。 当时不少网友以为出家过的爱美应该会乖乖把衣服穿好了吧?而她的形象也一度从女神漂白成实力拍青春女星。 但没想到爱美今年回归演艺圈后,日前又因为跟儿子嘴对嘴接吻被骂惨。 爱美近日公开自己和13岁儿子的嘴对嘴接吻照,意外引起泰国保守民众一阵踏伐,大家纷纷指责她, 奶儿子都13岁上国中了,已经开始发育,也有了那方面的意识,这样亲嘴真的不合适,简直是乱伦。 但面对酸民的批评声望,在演艺圈打滚多年的爱美根本不放在心上,她只淡淡回应网友, 我亲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对?我们这是单纯的母子感情好而已,如果你们硬要想歪,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爱美也公开坦诚,自己跟老公、小孩感情非常亲密,也习惯用接吻来表示关爱,她晚上也会跟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睡在同张床上。 一向我行我素的爱美,并不在乎外界的舆论和看法,她之前还曾上传儿子把手放在她胸部上的照片,引发轩然大波。 但这对她来说是很OK的事情,毕竟孩子小时候都靠妈妈胸部哺乳,长大后放在胸口也无所谓。 而为了打理媒体母子乱伦的说法,爱美还特地在IG上传了这段影片,向大众展示自己如何跟儿子用接吻打招呼。